台北市議會金華城案調查小組 今天舉行結案會議 而定調了前市長柯文哲有圖利財團之嫌 而且涉及存疾與利益 堪稱是台北市30年來之罪 那麼議會的調查小組做出五大結論 立刻帶你瞭解 那這個法院啊 為金華城關上了農機的大門 但是市府呢 卻又為金華城打開了一扇特權的窗 不是老屋的金華城市府 卻為他量身打造高額的農機獎勵 這個財團的特權莫死為勝 金華城容積率正議案 不只簡聯單位如火如荼調查中 同一時間議會專案小組 30號也召集結案會議 洋洋沙沙列出五大結論 定調柯市府卻有土理財團之嫌 調查報告直指金華城涉案層級 以及龐大利益 堪稱北市30年之罪 對此民眾黨議員火速祭出反擊 就是都發局也在這個調查報告的會議 過程裡面明確的告知 所有的與會議員 跟臺北市議會 金華城的容積獎勵 並沒有明知違法而為之 拋出會議記錄 強調所有都委會裁定 全都依法有據 只是這說法藍綠雙雙雙不買帳 後續將全案移交監察院 重新調查 不只議員其互主 日前黃珊珊臉書上秀出國土署公文 直指金華城榮獎符合法規 如今同樣慘遭打臉 這個部分呢 不宜再去由個案來自行訂定 我們的第六段特別有講 都要回歸上位計畫 人應回歸嘛 對 金華城所引用的法院條例是有所本 第二 所謂的避免 在個案的狀況下面 是不是未來可以討論精進 或者改善之處OK 最後 與法有據 究竟是否合法 雙方各說各話 如今隨著議會調查 展告一段落 後續只待司法做出裁決 解讀老闆打